接著我們要上的是一個重點 那個重點叫做封面 封面就是兩個氣團交繪的交界帶叫做封面 在上面 面在數學上是沒有厚度的 但是這個交界帶是有厚度 但是厚度不大 幾十公里 左邊一間 右邊一間 中間最低的就叫做沒有 那就是兩軍交鋒 兩軍交鋒 左邊一個氣團 右邊一個氣團 中間這個交界帶就叫做封面 兩軍交鋒 所以封面的前跟後是兩個不一樣的氣團 不一樣的氣團 所以封面通過之後 你就從甲氣團變成了乙氣團 兩個不一樣 所以你的溫度會不一樣 濕度會不一樣 密度會不一樣 風向會不一樣 所以封面的前後就會發生一些變化 然後整個天氣就會有一些改變 封面總共有 封面有 好 這就是上面是一個氣團 下面是一個氣團 兩個氣團交會 他就開始打架旋轉 旋轉 所以這裡會形成一個低氣壓 這邊是兩軍交鋒的地方 所以這裡有一個封面 這裡有另外一個封面 所以我小的時候氣象局喜歡這樣子爆 封面由低氣壓中心向西南延伸 中間這個L就是所謂的低氣壓中心 然後封面從低氣壓中心向西南延伸 就是我小時候氣象局會喜歡這樣爆 他現在已經不太這樣子爆 這又是所謂的封面 兩軍交鋒 然後所構成的 那麼封面總共有四種 暖封 冷封 滋留封跟囚固封 為什麼台灣只看得見兩種 因為緯度的關係 剛才我們後面會跟你解釋 會跟你說明說這一條叫做冷風 這一條叫做暖風 那台灣在這裡 所以台灣只看得見冷風跟滋留風 看不見暖風 要比較北邊一點 你如果是小日本就看得到了 日本人四種封面都看得到 冷風 暖風 滋留風跟囚固封 那我們台灣人只看得見兩種 冷風跟滋留風 也因此考試的時候 比較喜歡考冷風跟滋留風 因為台灣有 暖風也會考 考得比較少一點 考得比較少一點 好 求過風 高中才會教 好 那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冷風 什麼叫做暖風 暖風的意思就是暖將軍獲勝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這個叫做所謂的暖風 符號上是用一個紅色的半圓形來表示 考卷上沒有紅色 只有半圓形 那個半圓形的位置代表的是它的前進的方向 我們北半球習慣上上面是北邊 下面是南邊 上面是寒冷的 下面是溫暖的 所以我們的半圓形朝上 表示暖空氣從下往上推 所以那個代表它前進的方向 所以這叫做暖風 暖風就是暖將軍獲勝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符號是一個紅色的半圓形 如果現在暖風通過了 暖風通過了 你就會碰到後面的暖空氣 所以你的溫度就會怎麼樣 上升 溫度會上升 同時冷暖空氣交匯的時候 暖空氣會往上爬 往上爬就容易凝結 就會下雨 然後就會下綿綿細雨 那這個雨我們叫做風前雨 因為它是風面來臨前下雨 這個圖上面有打斜線的地方 叫做所謂的雲雨區 比較細分 有分雲區跟雨區 好 雨區小一點 雲區大一點 但是我們不分 打斜線就是雲雨區 上面的這個空氣是冷的 下面的那個空氣是暖的 所以呢 這一條線就是暖空氣 所以這一條線就是暖風 打斜線是雲雨區 所以它是暖風來臨之前再下雨 所以它叫做風前雨 所以它叫風前雨 所以圖上面可以看到它是風前雨 或者是看這個 左邊是暖空氣 右邊是冷空氣 暖空氣 推向冷空氣 所以地底下這個封面 就是所謂的暖風的封面 那麼暖空氣因為它比較熱 溫度比較高 膨脹 所以密度比較小 所以會往上爬 暖空氣往上爬就會形成雲 有雲就會下雨 這個雲是成狀雲 所以就會下所謂的綿綿細雨 然後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暖風 然後呢 暖風會往前走 暖風往前走 所以這個人的位置是 封面來臨之前 它就在下雨了 封面來臨就在下雨 所以它叫做所謂的風前雨 這叫風前雨 OK 所以 這就是說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叫做暖風 碰到暖風過境之後 溫度會上升 暖風的交界帶的地方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暖空氣會往上爬 形成成狀雲 然後下綿綿細雨 是在封面來臨前就在下 所以它叫做風前雨 它叫做風前雨 這以前賴黃酸師問過 風前雨 叫風前雨 所以圖形上顯示也是一樣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然後往上爬 形成成狀雲 然後下綿綿細雨 封面來臨前就在下雨 所以它叫做風前雨 OK 請問 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好嗎